有了有了 这太细了 别看了别看了 我这有了 有了 看看这次的机会 能降齐门而冲 打空门 卡托斯 下窗标王 为阿俊率先进攻 你知要带孩子出去得带多少东西吗 安全座椅 尿布湿 水瓶 湿纸巾 大包小包的 一大堆 别说mini了 换个三系咱都不够 咱必须得换车 35万大SUV 35万大SUV 看咱哪必须得有啊 没想过那天 我现在卖的眼睛 说年轻者必须有 咱众也选一个吧 所以拦劲 新尝试 年轻人 我是汽车之家 选车之神 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这不六哥吗 你怎么来了 每当有人打开汽车之家APP 被选车犯难的时候 我 就会出现了 你好好说话 好好说话啊 还有你先把这俩灯先关上 行 那咱好好说 你就说你要换什么车吧 媳妇说给家里换一大点的车 能犯难呢 你得参谋参谋 好的 安排 这次我为你精心挑选了五款非常有代表性的35万级的SUV 全新哈兰达 几乎是这个级别这个价位躲不开的车型 这么优秀的车 它还只是这次同性中 只存最小的一台 别客人客气 比哈兰达大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比哈兰达的豪华感可就强了不止一点点了 接下来三位就是车长五米俱乐部的成员了 理想万国货之光五款车的科技担当 理想这两年一直是一厂一车一配置 这个万字真是担得起 福特探险者拥有野马同款的动力 是这次横平的排量担当以及档位数的担当 最后出场的也是此次横平尺寸最大的车型 它就是长度超五米尺寸超两米 MQB的究极进化体 一气大众蓝镜 据说把一台高尔夫培养成蓝镜 至少需要三年的时间 车选到这个级别 后备箱空间自然不是问题 即便是尺寸最小的汉兰达 在放到第三排座椅的情况下 也能够放入路营推车加铜车加滑板车加一副轮椅 所以我们不得不加式一轮 加式的题目是 在第三排座椅打开的情况下 我们先放入铜车 然后按从大到小的顺序尝试放入群里箱 看看谁能放的最多 空间最小的是别克昂科齐 放下铜车后 只能再放置一个24英寸的行李箱 不过它的第三排座椅是电动开地的 高级感这块还是不能丢 理想万因为宽度不够 放完铜车后就放不了28英寸的大箱子了 但是它的近身比较出色 所以可以躺着放下20和24英寸的两个箱子也算不错 探险者和哈兰达则是可以将将放下 铜车和28英寸的行李箱 揽静的表现堪称碾压 铜车和三个箱子可以全部放入 另外如果想追求最大载物空间 或者准备睡在车上的话 揽静 哈兰达和探险者 支持将第二排座椅完全放倒 可以形成一个非常大的平整空间 听说你要换车 哥昨天过来人劝你一举 买东西就得买顶配 还得大 就是这个配置一上来 输事情自然就上了 所以买车最重要的还是得输 你说你的mini开了这么多年了 你这老丈母娘回回都做后 也怪不够容易 多了哥就不劝了 自己品吧 行 哥在你屋里先坐吧 反正你一会儿坐 行 让我就不看着了 你坐 再捕了再卖个子 蹬里刮不高啊 我跟你说啊 你哥说的还真对 你别老抱了你那个主架 再卖股榜了 你还也跟着我去后排再接 哥哥说的没错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让别人挤在mini的后排 那这次舒适性体验 我就来当第三排的体验者吧 就当关窄了 空间方面 前两排完全不用担心 所以重点是在保证前两排的舒适性下 看看第三排的舒适性如何 为了公平起见 第一排统一由乔车调到合适的驾驶坐姿 我则坐入第二排 并保证腿部至少有两拳的空间 此时再让乔车继续换到第三排 我们就以第三排的表现来决胜吧 此时昂科奇的第三排 腿部空间仅有一只 为五车最小 另外座椅也有些偏硬 还好后排头部空间有一定保证 配置方面 昂科奇的第二排 第二排用有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230伏的电源和老板按键 再加上翻毛皮的车顶和厚实如地毯的脚垫 配置和豪华感是最好的 理想万的空间水平和昂科奇相似 第二排两拳空间时 第三排同样只有一只的水平了 头部空间一拳不用担心 配置方面 亮点是空气头枕 确实能大大提升舒适性 另外第二排还配有座椅加热和座椅按摩 这舒适性可比mini少说提升了500多倍吧 丈母娘不得蹦着给你点赞 哈兰达的第二排两拳空间时 第三排可以有四只 不过头部空间是五台车里最小的 配置上也没有太多亮点 探险者空间和汉兰达相似 第二排两拳空间时 第三排可以有四只空间 不过探险者的头部空间很充裕 配置方面呢 有第二排的直央帘和230伏电源 探险者也是五款车中 唯一原厂就配备了专来的车型 揽静的乘坐空间 拥有独一档的表现 空间堪比7座MPV 第二排两拳的情况下 第三排仍然能有一拳多的腿部空间 后两排头部空间同样超过一拳 第三排的坐姿和舒适性 也是五台车中最好的 如果你经常满载的话 揽静绝对是不二之选 噪音测试中 五台车整体表现都比较优秀 说说有特点的三个吧 探险者的综合表现是最好的 整体的噪音值最低 2.3T加10AT的动力总成功不可没 在60 80 120公里每小时三个测试速度下 它的挡位是最高的 发动机转速也是最低的 不过身踩油门提速时 它的发动机噪音也是最明显的 理想万的噪音表现和增程器是否启动 直接相关 不启动 噪音在五车中属于中上水平 一启动噪音成绩直接变底 哈兰达也有类似的情况 低负载时噪音控制不错 但在加速或边行驶边充电 这些高负载情况下 发动机电机同时工作时 噪音也会比较明显哦 哎乔车我听说你要买一个三十多万的SUV 是不是给参谋他吗 我跟你说这种车呀就得买智能化的 何好用啊 智能化的怎么好用啊 你说话他能听得懂 然后呢他还能帮你省省事 你看我的孩子在车上从来不哭不闹 他能跟孩子交流起来呀 那玩意有用吗 也是你那车什么都没有你没体验过 体验过你就知道了 那合着我的车放到现在就相当于诺基亚了呗 全键盘了呗 那时候咱们玩的也挺爽的 一用上iPhone你还回得去吗 回不去了 考虑考虑拜拜 拜拜 诺基亚怎么了 那我也不会 哎你能别降了吗 都2021年了我跟你说这次对比 咱们必须把这智能给安排上 乔诚从诺基亚换成了苹果真香了吗 嗯嗯 这吧 其实也 算了算了 看看这五台车的表现吧 要说智能化真的得服这些造车新势力 那肯定呢 毕竟是吃饭的家伙 五台车中从车机操作与设计 语音控制到驾驶辅助系统 表现最优秀且最均衡的就是理想万 几乎没有短板 但是作为颜值控和Apple CarPlay的忠实拥顿的我来说 我觉得大众懒静也值得一个提名 它的驾驶辅助系统还能识别虚线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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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把第二位留给车机界面确实没有国际化的福特探险者 但是它的语音可以识别方位 你好福特 速度也很快 驾驶辅助系统除了加速有点慢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缺点了 哈兰达的表现是中规中矩的 不足的是车机界面没有什么设计感 驾驶辅助系统则是在弯道居中的能力比较一般 这个环节垫底的是车机尺寸最小 语音识别率一般 驾驶辅助系统功能并不是很丰富的 别客昂克奇 我跟你说 上阳鞋端比赛不大雨天吗 什么都看不见 我给你开解的特别恐怖 听说你这样 你两天不是商量换车呢是吗 我跟你说 你就千万别研究那什么大风鞋又快点 我给你说就动的 别忘了是其他财数队 是吗 来来来来 快快快 操控也得好 是不是 行了 那咱也别废话了 直接测试去吧 走 乔船 破摆时间算是能代表一个车的动力水平吧 对啊 那就恭喜你要喜提一台新能源车型了 五台车中破摆时间最快的是接近满电状态下的理想万 成绩为6.36秒 遥遥领先 那你敢说说他亏电的成绩吗 8.87秒都快垫底的水平了 要我看 还是福特探险者7.43秒的成绩才是王道 哈兰达的成绩真的是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8.27秒的成绩差一点就PK掉了8.24秒的大众感性 不过他没电的时候也是个纸老虎 只跑到了9.41秒 加速成绩最慢的是别克昂科奇只有9.66秒 一个主要原因是变速箱起步的那一下结合很慢 耽误了一些时间 这一点在中途加速时有所表现 昂科奇在40到80的加速中反超哈兰达 在80到120的加速中也和篮镜 哈兰达非常接近 舞台车具体的表现就直接看绑单吧 跑得快当然还要杀得住 都是SUV都是打快点头 难道还有谁能拖勇而出 让你说中了 大众篮镜交出了跑车级的成绩 100到0的刹车距离仅为34.87米 别克昂科奇和理想万表现也不错哦 这么看 汉兰达和探险者就稍微有些不太理想咯 乔诚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 怎么了 那就是这几台车啊 全家出行满载的时候会很多 那咱们这个测试 那你的意思是 没错 我们在测试当天真的把五台车都塞满了乘客 并且不乏重量级选手 那他们在如此严苛却很生活化的状态下 加速刹车性能会有多大的一个折扣呢 尽管坐满了六个人 但五台车的加速能力的排序没有变化 快的还是那么快 要说加速成绩缩水较为严重的 要数丰田汉兰达和别克昂科奇了 后者甚至已经来到了12.4秒 刹车成绩受影响较为严重的 是大众揽镜和理想万 不过前者凭借其变态的制动能力 依旧交出了36.9米的好成绩 后者呢 刹车已经跌出了40米外 迷路测试作为动态部分的压轴大戏 我们依旧有请来自汽车之家赛车队的车手林骑 注意听好了 不是刚才和我一起吃酒的凉骑哦 通过速度最高的是大众揽镜 从底盘到转向系统都表现出色且精准 虽然ESC的工作并非十分积极 但轮胎的抓地力实在是太好了 使它的整体表现依旧是最出色的 其次是别克昂格吉 同样是轮胎抓地力很好 但底盘反馈不够清晰 ESC的工作效果也很轻微 位列第三的理想万 ESC底盘转向系统响应都很好 轮胎的抓地力也比较正常 但在始入必需后 ESC工作的效果会有些衰减 第四位是福特探险者转向系统够快 但不够精准 轮胎抓地力一般 ESC的介入也不够的均衡 最慢的丰田汉兰达悬架行程长 因此重量转移不够干脆 轮胎抓地力也比较差 ESC介入很快但很生硬 车辆在壁区中推头现象严重 说完测试数据 我们再来上车聊聊几台车的驾驶感受 看我这个选车之神好好给敲车重重草 这台大众揽静怎么样 非常具有大众风格的一台 德式的中大型SUV2.0T加7速双离合 双离合你懂吧 结合又快 然后你看加速也挺猛 油耗还不算太高 这台车我觉得挺合适 是还行 但是还是有点太大众了 尤其是动力储备方面 其实你高速再加速的时候 还是稍微感觉欠缺点 没有那种爆发力 还有就是动力响应方面 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用感 你看油门可能都踩到一半了 它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这种动力的响应 其实说实话 最让我稍微有一点点不满意的 就是它这个底盘高级感有点不足 面对那些连续的电波 表现稍微有点烂法 你看刚才这种 减震器需要高速去做动的时候 还是稍微有点招架不住的感觉 是大众的底盘在这几个车里 确实算是高级感差一点的 但是你要说动力 您切成S挡试试对吧 一下就有感觉了 你再嫌动力不足 你加几万上2.5T 2.5T都40万了 40万再买个大众 不合适吧 哈兰达这车就不用我给你多介绍了吧 上一代就是一个王者车型 这一代又升级了他们最看家的2.5T的混动 油耗一下就可以说是低到离谱 而且动力其实也还可以 动力我来说 动力是这几台车当中给我惊喜最大的 我本以为换了自吸混动 可能不如以前2.0T的爆发力强了 但是并不是 动力储备方面 我觉得是一个中上等 我觉得是一个二三位的水平 最让我满意的就是动力响应 真的是非常有这种享受的感觉 并且转向底盘也都有这种阻尼感甚至高级感 总体来说就是非常的让人安心 但是说不足可能它的刹车脚感还是有点太日系了 有点偏软 然后轮胎的抓地力也比较的一般吧 行了 我也看出来了 你对这台车是有点心动 有点种草了 对吧 但是这台车也是相对这些车里买起来最有难度 要等的可能时间最长的 也是啊 巧成就这个探险者 我觉得应该是这几个车里你比较喜欢的车吧 首先它是比较纯粹的这种美式SUV 另外你看2.3T 财量最大 动力也是比较强的 还给搭配了一10AT 基本上可以算是福特能给的都给了 很有诚意了 而且整个底盘的质感也是不错的 你觉得呢 对 这个动力是五台车当中我最满意的一台车 不管是从储备还是响应都是没得挑 并且这个底盘刚刚你说了 不光它有很好的这种舒适这种程度 就是SUV该做到 但是呢它的这个底盘还有这个转向系统呢 也是五台车当中唯一 能跟你有这种驾驶感沟通感的这点呢 我非常的满意 但是不足的的话呢 就是它这个换挡逻辑有点太过于激进了 总是给你保持一个高转速 未来呢肯定这个油耗呢是个难题 而且呢虽说整体来说 相对来说运动那么一点点 但是它这个换挡的速度呢 又稍微呢有那么一点点慢 对 这个车就是老把转速拉高 但是呢这个发动机的声音呢 又显得比较粗糙 这转速一上来就不行 那哪是噪音呢 那叫声浪 来给你听一个 你看过更新乐呢 行 别说了别说了 别伤和气了 就是昂格级这车啊 在更新乐里我们就经常推荐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各方面综合素质吧 在这个级别里是一个挺有竞争力的 你看2.0T加9AT对吧 咱实测成绩可能不快 但更多的是因为这车啊 它不能盘射 就每次起步是太慢了 但是呢这个车的行驶品质 是绝对没问题的对吧 豪华就不说了 包括它的这个隔音的水平 包括它的底盘的质感 就别克在这两块啊 就一直都是拿捏的死死的 对 动力呢 确实咱们实测呢 没有那么的快 但它呢 确实三台涡轮增压动力车型当中 中低扭表现非常好的 开起来很轻快 其实夸张点说 开起来都不像涡轮车 但是呢 也代表它中高转速的这个动力储备呢 相对来说弱一点 你说的美系 确实能够感觉出来啊 这个底盘啊 又不是那种过分的厚重 那种油腻感 但是又不是过分的那种轻薄 没有高级感啊 这点确实没有问题 甚至我感觉这车 如果再加一壁炉呢 就更美式了啊 那时候不足呢 我就这个刹车踏板啊 出段的脚感太硬 但是这种制动力的分配呢 又有点不足 乔车啊 我得说你两句了 作为过来人 你看你这个心态 还是没有转变过来 你好几个车了 都是什么中高转速 后劲不足 什么这个刹车力度不够 你现在要转变心态 你买这个车之后 你就是个司机 你知道吗 你不是赛车手 不是AHRT了 你知道吗 这个心态你要不转变啊 你这挑车容易挑出问题 啊 小车这是咱试驾最后一个车了啊 理想万 这个车其实啊 你应该重点关注一下 因为这个车才是真正的为中国奶爸 专为中国奶爸打造这款车型 你看你不是喜欢汽油吗 对吧 这车是烧油的 你看你不是喜欢动力吗 这车是五个车动力最强的 而且它的这种智能化的水平啊 也是很高 而且还是增程的 你也不用有这种续航焦虑的 这个车考虑一下吧 烧油是烧油 你看它现在叫烧油呢 你这增程机一起来吧 这噪音吧 你说它是个新能源车型吗 动力确实是这五台正中最好的 而且我也承认啊 在这个老百姓的角度来说 这个电机驱动的车型 确实方方面面都已经战胜了这个燃油车 但是啊这个转向手感啊 底盘那种调教这种质感啊 这个理想啊 对比它自己 我觉得完成度已经很高了 那对比那四个传统车企来说 我觉得还是稍嫌有那么一点点的智能 你得用发展的眼光来看 对吧 对车来说 对吧 电动化是趋势 智能化是趋势 这车就是趋势 然后对于你自己的这个人生来说 你马上就要步入一个新阶段了 你知道吗 你的关注点 不能老是自己驾驶那点东西了 你现在得把全家的需求都融入 这扎岛这个正义联盟 看路看路看路 都白白跟你说了都 诶 陶辰 诶 陶辰 听说你这是要换车 是SUV是吗 我跟你说男人什么最重要 必须得硬 我跟你说一定得选四驱的 要不然到时候下雪了 你这上个坡你就上不去 我跟你说这个一定得继续 哎呀 我完事了 你继续啊 四驱不都给弱者准备了 想了解四驱了是不是 安排 虽说可能很少有人开着这舞台车去越野 但我们还是把它们开到了我们的越野场地 在AH100的评测体系中 咱们来考核一下 要说还是欧美品牌够猛啊 占据了越野测试成绩的前三位 大众懒静通过了滑轮组和实地越野的全部环节 别克昂科奇和福特探险者只有一项测试未通过 前者受限于接近脚步足无法登上42度坡 后者则是在单前滑轮组上无法脱困 理想万可以通过交叉轴 但在单前和单后滑轮组两项测试中无法通过 垫底的就是电动四驱的丰天汉兰达 除了单前和单后轮无法通过外 在42度坡上 后轮的电机也无法帮助其登顶 累积共有三项测试未通过 爬不上去坡的汉兰达又回来了 你说老啊 买车的时候什么最关键啊 什么最关键 我觉得那空间啊有啊 那都税的 我跟你说这钱啊得花出去 还得弄回来 回来 哎怎么叫回来啊 我之前买一大猪蝶 买着平衡 卖车的时候那二手价 他怎么亏死我了 特后悔 真的啊 你等会啊 哎哥 上回买老险还欠我200优惠券 您什么时候我发过来 行行行 多谢 不就是花费吗 我给你算算 这个数 行吗 为了避免大家买车以后只能吃土 我们特意为大家调查了这五台车的新车行情和二手车保值率 以北京市场为例 由于芯片供应问题 目前这几款车的现车都不算充裕 很多车型订车也需要等两个月甚至半年时间 优惠方面 除昂科奇外 其他四款车型目前都没有优惠 五年车龄的估值上 理想万的保值率最低 保值率最高的则是汉兰达 油耗测试中 汉兰达表现一记绝尘 5.1升每百公里的表现还不到探险者的一半 理想万在亏电状态下依然跑出了7.2升每百公里的成绩令人满意 看来即使只加油不充电 它的油耗表现也优于纯汽油的对手 蓝镜和昂科奇分获三四名 三款纯油车不出意外的拿下了后三名 这么对比来看 汉兰达确实是最省钱的选择 这可能也是它热卖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怎么样小婶 做了这么多项的对比了 现在应该有点想法了吧 是 非常的全面 而且每台车也展现出了各自的特点 你看你要说均衡还得是汉兰达 你要说个儿大空间大 那还得是蓝镜 智商化这方面理想万没得挑 动力方面我个人最满意的就是探险者 那豪华方面肯定得看艾维亚版本的昂科奇 你这个把每个车都夸一遍 但最后也没说要换车 你这什么意思还没下决心是吗 还是有点犹豫 我跟你说啊 这个车跟你的故事啊 只能是先告一段落了 嗯 就是男孩到男人都要经历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我就是这么过来的 他们也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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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